这份民调呢 它是公布7月政党支持度的倾向 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 它是32% 它上扬了将近7.4% 那国民党是23% 民众党是17.3% 那相较于6月呢 它国民党上扬了2.6% 那民众党就下滑了4.9%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台湾民进会就分析了 绿营支持度的上扬 是因为柯文哲来势汹汹 引起暂时出走的 绿营支持者的危机意识 来应同样是因为呢 选战的升温导致危机意识使然 所以是不是泛蓝泛绿回流了 同时来看到董事长呢 尤英龙台湾民进会董事长 他说民调就显示了 台湾现阶段政党倾向 较不稳定 据比平常更高的挥发性 什么是挥发性呢 是不是就是显示 其实民众党开始要选边呢 还是民众党开始觉得说 需要借重两党的这个力量呢 因为呢可以看得出来 两大党支持度是双双上扬的 而小党是明显萎缩的状态 也显示现阶段台湾的支持度 是倾向不稳定嘛 所以他还说比较有挥发性 那侯友宜的民调 的确是有上升 而柯文哲在7月29号的 个人演唱会 坊间出现了各种民调 他说柯文哲是不是唱完歌之后呢 民调就下滑那种感觉 所以来看到 美调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 他其实有讲话 吴子佳呢 他是认为说呢 柯文哲下滑的幅度高达 三个百分点 其中呢 30岁到39岁支持度是大幅下降 而负责美调电子报的这个 民调的专家 戴利安他就说了 其实侯在访日的行程当中呢 侯友宜展现出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觉得侯友宜准备好了吗 因为民调上升也是侯友宜访日之后 民调开始为服的上升嘛 也使得柯文哲呢 跟侯友宜呢 开始有点接近了吗 是不是使得侯友宜相对柯文哲 给人一种稳定可靠的特质跟感受呢 你们觉得呢都可以聊天室告诉我 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呢 以及民众党的参选人柯文哲 在5号的时候有现身一场活动 就是刚刚给大家看到 这个台湾文化协会 成立百年纪录片的这个发表会 同时嘛柯文哲在这个节目 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 马上就在脸书发文了 他发什么 他发说呢 他跟侯友宜坐在一起 但是不止侯友宜哦 绿营的政治人物的照片 也在脸书上面 所以就可以看到 不止郑文灿啊 不止陈建仁啊 不止侯友宜啊 全部人都在脸书上面 这代表什么呢 时事评论员黄耀明就点出来说 这个是有象征的意义的 这个象征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的民调正在往下掉 必须要保持一个 开放性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们先来问问将军 台湾民进基金会的最新民调 也显示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政党民调 都有一个回升的趋势 有专家认为说呢 跟侯友宜访日的行程 会有一些关系嘛 但是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泛兰支持者 是不是有回流的感觉啦 但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支持者 都有同样的同性质 跟共变性 这也使得呢 支持度是有种 某种蹊跷板的这个效应 那侯友宜跟国民党要怎么做 才会有所突破 然后让别人 就是你有这个本钱 跟人家谈合作呢 第一个我说 国民党的民调上升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这个深蓝的 这些人员归队了 我们都知道说 这次侯友宜民调会下降 很多是因为四年前的时候 说侯友宜没有帮韩国瑜 那引起这些韩粉的心里的不平 但是我相信 所谓既然是韩粉 这些人员 一定本来就是很忠诚的 国民党的党员 或者是很忠诚的 蓝营的支持者 那当初他会有这种怨言 是因为说你当初侯友宜 没有支持这个韩国瑜 所以造成他心里的不平不满 但是我相信这些人 慢慢现在来讲 他以大局为重 他也知道说 如果说我选了 让赖能够躺着 就能够当选的话 其实对国家来讲 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相信这些韩粉 或这些深蓝的 国民党选员来讲的话 选民来讲的话 他最后还是会归队的 然后只要给他一点时间 他那个气消了 气贫了 他任性大局之后 他会归队 这第一个我觉得深蓝 第二个就年轻人来讲的话 他慢慢可以体会到 就我们现在讲的兵凶战 因为疫情已经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年轻人 不只是年轻人受影响 包括他们的父母亲 我现在就碰到很多的父母亲 他们很担心自己小孩要服兵役 然后每天就一直会跑来问我说 到底两岸会不会打仗 打仗会怎么样 尤其是现在有些媒体 就是说把这个意义的也要推到第一线去 当炮灰 所以引起很多年轻人心里的不安 不只是男生不安 女生也会不安 对于他男朋友要去当兵 他心里也会不安 父母心里也会不安 所以在这种创生下 大家都希望说是能够 两岸能够和平相处 那这一次我觉得 这个侯友宜到日本去访问 他讲的一句话非常好 不要说台湾有事 这个日本有事 他要讲说台湾没事 日本也没事 对不对 要反过来想 其实我觉得说台湾如果说没事 台湾如果说能够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侯友宜 他讲的一句话 两岸政策我觉得非常好 他就是讲说要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 达成九二共识 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对两岸一个很好的一个酸事 我想他这句话一讲出来 只要认同两岸九二共识来讲的话 其实中共他们来讲的话 也会比较宽心 那我们台湾民众只要兵凶站围 其实我们就会放心 就每日来讲他们就安心 就是台海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其实美国最不希望台湾发生战事的 因为他现在俄乌战争 对他来讲已经焦头烂额了 麦登也承认他整个世界的战略 因为俄乌战争造成他在东南亚地区的 这个兵力必须要萎缩的状况之下 战略要退缩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也不希望在台海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声势 所以我觉得说侯友宜这次去日本访问 他讲的这句话是很关键关键中的一句话 就是台海之间不要有事 你日本也可以放心 不需要台湾 那台湾的民众我觉得年轻选民 他听到这句话以后 他也会比较放心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两岸不要兵凶战争 我只是去服个兵役 做个军事训练我就可以回来 不用在这个我服兵役期间 两岸之间发生战争 造成我的这个不管生命财产的损失或伤害 所以我相信说年轻人的选票 认清楚这个侯友宜的这种政策来讲 两岸政策来讲的话 他会回流的 然后反而是我觉得民进党虽然说目前来讲 他有上扬 但这些大概是森率选民的一些归队 但是长久来讲的话 这些森率选民是不是真的认同这个 其实还有待观察 因为其实说实在话 我觉得这个国家政策 要跟个人利害相结合 对不对 你个人利害还是优于国家利害 我们讲说先够八道嘛 再够辅助 对不对 如果说是我八道都吃不饿 我要卖命去打仗的话 我才不管你什么意识形态 是毒是桶 他才不去管那么多 剂要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说 这些潜率的选民来讲的话 到最后也会回到这个下架 共同要下架民营党的一些联盟里面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